大家好,我是坦平叔,想练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3号 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善事公司的股东大会 最近啊,有这么一家善事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 这个股东大会啊,充满了火药味 而且也创下了历史股东大会时间最长 持续时间超过28个小时 也就是开了一天一夜 还不止,我也不知道他们吃饭是怎么解决的 因为这个股东大会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A股股东大会时长的,就是最长的记录保持 可以说啊,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股东大会 这个股东大会啊,值得纪念 那这是哪一家善事公司呢 它的名字叫柯林电器 这个柯林电器啊,成立于2000年 它的创始人叫张成索,是董事长 当然了,是前董事长 他在河北石家庄创立的 那就是说,他在所在地啊,在石家庄 主要为客户提供智能电力系统解决方案 主营配用电装备板块 智慧能源板块 2017年在山脚组上市 现在已经7年了 那为什么这家柯林电器开个股东大会 开得这么费劲呢 就像开了28个小时 活药味十足啊,唇枪舌尽 这里就要说一说了 股东大会啊,是开得这么长 那肯定是股东意见不一致 股东意见不一致 股东对这个山人公司的这个控制权的争夺啊 就八仙过海,各仙神动 那这个柯林电器的股东有哪些呢 在开这个股东大会之前啊 柯林电器的主要股东啊 一个是石家庄国投集团 那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啊 这是河北石家庄国资委的 那是国资 他呢,持有大概不到5% 第二个股东呢,叫海信网呢 听着名字就知道 他是海信的下属公司 那他属于青岛国资委 这都是国资委背后啊 还有股东谁呢 比如高管 比如董事长,占程所 他有11%的股份 副总长,还有董事兼总裁 一共持有啊,不到10% 你看这个股东构成啊 主要的两个 一个是海信网 一个是石家庄国投集团 背后是两个省的 两个市的国资委 这是国资 然后还有一些创始股东 比如说这个原董事长 有11% 原来的副董事长 还有什么总裁 他们加到一起 将近10% 我们说这个股东构成啊 我们不聊 这个股东之间有什么矛盾 什么意见分歧 这个不在今天讨论之列 总之 这两个国资委啊 他都对柯林电器感兴趣 都想控制柯林电器 所以啊 关注柯林电器控制权 振夺战 今年3月正式打枪 3月11日到3月15日期间 海信网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 以集中金价方式 购买柯林电器 1100万占上市公司总股本贷 4.97% 第二步 3月18号 柯林电器发布公告表示 3月15日 海信网人副董事长 总经理等7人 也就是个人股东啊 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也就是这个7个高管 除了那个董事长之外啊 他把这个股份卖给了海信网人 上述股东 拟将其持有的柯林电器 占159万股股份 也就是大概5.1% 转让给海信网人 这些动作大家就知道 海信网人 作为这个柯林电器的重要股东 现在已经采取了行动 开始通过公开市场 通过集中交易 通过这个收购 高管上的股票 他要增持 然后这些高管啊 他只是卖了一部分 高管还有很多股票 他不卖 就是比如说这个 董事兼总裁 许国旺 反正是7个人 他把没有卖的那些股票呢 大概是 2173万 占9.6% 他把这些股票的表决权 委托给海信网人 实行行事 这些股票啊 虽然没有登记在海信网人之下 但是 他的表决权 已经委托给海信网人 也就是海信网人 跟这些高管 是一致行动人 所以啊 经过这么一运作啊 这个海信网人 他本来持有 将近5%的 后来在公开市场 又买了 不就10%了吗 然后这个 又有9%几的这个 表决权 委托给海信网人 所以你看 海信网人 理论上啊 就得了这个 柯林电器 20%的表决权 这个时候啊 这个柯林电器的 平衡就被打了 本来是他董事长 占承所 拥有11%的股份 他是最大的股东 所以他影响力最大 他是董事长 又是创始人 结果你看 海信网人 这么一操作 海信网人的表决权 就已经达到了 20% 那接下来的PK啊 这个占承所 作为创始 就处在下方 对公司失控 从这里面 就可以看出啊 那些高管 把自己的股份 把自己的表决权 还委托给海信网人 那至少说明这个 这些高管和这个 原来的创始人 董事长 占承所 恐怕意见不疑 有矛盾 但什么矛盾咱不管 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啊 这个占承所 对记者说啊 他说 海信网人的这些收购啊 事先没有跟他沟通 他也不知道 好了 接下来一个重要人物登场 那就是 石家庄国投集团 也就是仅仅一周之后啊 3月25 国投集团出手 第一次出手啊 很温柔 就买了10万股 增值比例是0.65% 这样的话 石家庄国投啊 持有公司的股份 达到5% 这个就是个态度 虽然增值的少 但是表明一个立场 接下来啊 4月1号 占承所 就是这个 原来的创始人 发起反击 他呢 也伙同 就拉起另外的一波高管 对吧 你拉拢一波 我也拉得过 剩下的高管 也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就是说 剩下的高管 那些手人的那个票啊 他的表决权 到时候跟那个战争所是一致的 他投什么 我就投什么 就一致行动人 完了之后 这还不够 战争所啊 和这些高管 集体增值 你看看 这一下 是不是就有意思了 有点像万科啊 2016年 宝能集团的姚老板 他跑到万科去 公开市场收购股份 要控制万科 董事会 结果万科就发起反击 对吧 这时候 恒大的许老板 也跑去浑水冒雨 他也二级市场买 也收购股份 实际上就是要争夺控制 这个结果导致什么 导致万科的股价暴涨 对吧 从9块干到30块 就是这人买 柯林电机也一样啊 你看这么多人在市场 争夺股份 所以柯林电机的股价 出现大幅波动 从2月初的12块5 到4月初啊 就两个月 就涨到34 也是将近涨了两倍啊 跟那个万科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该说不说啊 作为金融投资者 实际上就希望出现这种事情 大家抢股权 你不抢的话 那个股价 跟一堂死水啊 万科以前就长期在 好像就89块 10块 11块 来回折腾 有人说啊 万科管理层 他故意把那个万科价格压 压了这个管理层增值啊 低息 结果被姚老板 暴力 这个姚老板等不及啊 觉得这个便宜啊 这好啊 抢 就这意思啊 哎 这两人一抢 那你金融投资者 跟着后面占便宜啊 短短的几个月就翻几倍啊 柯林电机也一样啊 当然了 无论是万科还是柯林电机 这些抢的人他也不傻 说明他们知道这公司价值啊 如果胡适的商人公司都这样 何愁胡适啊 不斩起来呢 何愁没有牛适呢 这个车远了啊 咱们再玩一下看啊 最后两个月 4月5月 海信网头 这个石家站的国投集团 以及战争所这个创始人 这三方啊 这还是混账 都在二级市场开始争持 对吧 你买我也买 最后避急了 这个海信网能啊 出大招 使出杀手剑 他提出要约收购 公司20%股权 重磅炸弹 有的是钱 所以这一下啊 就相当于把那个底牌亮出来了 你看他已经持有20%的股份了 就是19%的表决传 海信网 结果他在5月份 他又抛出了 我要要约收购20% 那这样的话 他就达到了这个 40%的控制权 大家知道啊 一个商人公司 你要控制了30%以上 实际上你就是控股股东 结果他要干到40% 这一下就相当于亮剑 前面就是牛刀小事 很温柔 这一下直接亮底牌 所以控制权之争 陷入白热化 要约收购的价格是27块 比那个前一个交易人收盘价 还高15% 你看看 这简直疯啊 需要的资金是15亿 哎 这下三国混战 看到没有 海信网能 石家庄 锅头集团 然后原来的创始人 战争所 三国混战 结果这个 海信网能啊 突然而出 这一下 战争所 作为创始人 他就和石家庄 锅头啊 两人困到一起了 结盟 怎么结盟呢 也就是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也就是说以后 战争所和石家庄国投 他们是一起的了 投一样的票 表决权呢 一致行动 然后他们一起证持 也在2700买 最终啊 海信网能通过要约收购 持有柯林电器 952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 也就是将近35% 并且持有一部分高管 2600万股的表决权 所以这个海信网能 最终合计持有 柯林电器 44.5%表决权 这个是绝对的控股股东啊 一般的来说啊 那下面那股东 跟这个44%的股东比 那这全是小卡拉米 但是因为柯林电器不一样呢 是两拨人在那里枪着 石家庄国资和这个战争所 他们的控制权 表决权也不少 所以啊 8月30号下午 柯林电器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这个股东大会干什么呢 议题可能比较多 大家可以去看 最主要是选举董事 董事会换届 新一届董事会要成立 这个善事公司开股东大会啊 我开过好几次 就这个议案要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就那么几个议案 这个议案是开股东大会之前呢 先要通过原来的董事会 要审议表决 然后发公告 对吧 公司决定于 按照提前15天 有的提前20天 就跟着你公司章程 怎么规定的 还有一个交易所啊 还有证监会的这个 交易所还有规则 你自己公司还有章程 对吧 在符合这些前提下 一般是提前15天或多少天 发公告 说本公司将于 1月30号召开 第几届或者第几次股东大会 然后股东大会 这个审议的议案 一这个提名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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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一介董 第二个要提名谁 为监事 第三个 反正那一案得写清楚 然后投票表决呢 这个也是你自己公司 章程规定的 你公司当初上市的时候 没有公司章程 那个章程规定了 你投票是怎么投 有的是累计投票 有的是叫什么 投票规则和不一样 一般的咱们的重要 都是累计投票 这个投票规则啊 各个公司不一样 柯林电器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是十四是正式召开 一般的股东大会都是下午两点召开 知道为什么 一般的就开一个小时就结束 一个半小时发公告 因为股东大会啊 在现场和线上 就是线上和线下 线下就在现场开 一般的是在商人公司的一个大会议室 有的商人公司会在 一看人多啊 他会在附近的酒店 搞一个大会议室 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呢 门口有接待处 接待就是审核 你的这个身份 对吧 一般的人 你要线下会 你要参加的话 你就带着你的什么股东卡呀 对吧 你再打印出来 你是不是持股啊 就这些东西 一般的啊 开股东大会 大部分商人公司 开股东大会是没人的 就是大股东二股 然后律师 叫见证律师 然后公司的高管 然后工作人员就完了 但是有的知名的商人公司啊 你比如说格力 你比如说很多啊 商人公司 他很多记者关注 所以人家一开股东大会 这记者都跑去 然后这个把股东大会啊 开成一个宣传会 开成一个什么发布会 类似这意思啊 就是借着股东大会会说很多事情 然后也有很多 这个投资者比较关心的 他真跑去 在股东大会上 现场发问 但是我告诉你啊 绝大部分商人公司 股东大会 没有人去参加 就是大股东二股 完了公司的高管 完了这个 提名的这些 董事 换届嘛 他们也去参加 有个律师在那见证 律师就是见证 你这一切都是符合程序 合法的 最后律师要给你出一个 叫法律一件书吧 或者叫 那名字我忘了 就是说明你这 从头到尾都符合程序 参加的人 都验证了 都是股东 都有表决权 对吧 表决权各多少 这都是律师在那 一般的去两个律师 或者三个律师 为什么说下午两点开始 因为这个会友不说了吗 那个一般的很短 议案表决 那这很快的 把字一签 就交给那个 有那个计票的 你得找个计票的 还找个唱票的 然后律师监督啊 对吧 这个会议主持人 一般是懂事 有的是懂事 接着开始念了 对吧 什么公司 第几届股东大会 现在召开 今天我们审议几个议案 现在审议第一个议案 什么 然后大家表决 表决什么呢 就在大家在那单子上一填 填完之后 就交给那个计票 完了之后 开始计票 律师见证了一下 把那个统计一下 对吧 有没有过 就是赞成票多少 反对票多少 对吧 有没有过这个规定的票 有的议案需要三分之二的人 就出席会议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有的是需要一半通过 这不不同啊 跟着公司赞成 要求不一样 你比如说选懂事 那就是谁的票最多 就选谁 好了 这个一般的啊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不只有三点了吗 三点就正好 是咱们股市交易结束 股市交易结束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线上投票的 也就结束了 因为线上投票 比如在三点之前 好 这个时候线上的投票票数 和线下票数 要合计统计起来 这个一般的 要等到三点半吧 就是这个 好像是那个交易所 中登公司啊 他会给你出那个投票统计线上的 然后这样 律师把线下来 到时候一加一算 好 宣布这个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马上也传到交易所 告知交易所 好 你这个股东大会就开完了 这么简单 但是柯林电器为什么开了28个小时呢 就是因为 他不管大股东参加了 二股东 还三股东都参加了 而且唇枪舌借 谁也不让 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柯林电器的主要的控制权争夺 是两个国资争夺啊 不是那种民营企业或者是黑社会 或者是什么大哥 所以说双方虽然唇枪舌借 但是还是比较文明 在这个文明之下 那也是尽量的使用各种手段 比如说上市公司 对这个 因为上市公司是在石家庄嘛 这个大家心里有数 那你海信网能那是青岛 所以对这些人来了之后 对他的身份核实 就要求的很严 对吧 你有没有资格参加会啊 你是谁啊 所以说啊 就是对这个海信网能的这个 这个仓会人员恐怕就不是太友好 但是这都是在他的公司占成之内的 开股东大会的要求之内 因为双方都是控制权之争 所以对每个程序抠得很死 比如说计票 本来是安排的啊 公司安排的是石家庄 国头的人 对吧 你来计票 监票呢 或者唱票 哎 有另外一个 大概就两个人就够了 顶多三个人 哎 这个海信网能说不行 我们要增加人去监票唱票 万一你们做手交 你看这都是临时的啊 要改 这个海信网能啊 他还提到个要求 就是你要公布双方征集表决权的票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争夺表决权啊 那这个海信网能 那他可是在网上 在公开呼吁小股东 你支持我 明白什么意思 他们是发公开信 要求这些小散布 你支持海信网能 海信网能的一样不就是几个董事吗 七个董事 哎 你们投票支持 那石家庄过头也一样 也是呼吁其他的小股东 你投票支持我 我方提的这七个董事 那这个海信网能说啊 那我们把这个 征集表决权的数量 也要公布一下 公布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谁得到多助 谁失到寡助 对吧 谁的征集的这个支持者多 不就这意思吗 对吧 谁支持者多 谁代表着正义 然后这个柯林电器和这个 石家庄国头啊 商量之后 同意海信网能 增加一名监票人 就是你派一个人的监票 然后征集情况方面的 授权海信网能 代为新时表决权的 柯林电器股份 股东42名 代表柯林电器 有效表决权股份 116万 你看实际上股份都不多啊 42个人才116万 人均几万 两三万 占柯林电器 总股本的0.43% 授权石家庄国头 代为新时表决权的股东 人数共4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8.71万 占公司股份的0.07% 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海信网头 他坚持要求公布 这个 征集表决权数量 因为他占优啊 他是44个人 一共是100多万 你这个石家庄国头 你才征集了4个人 这很多人不理解啊 你说 柯林电器的股东有多少万啊 怎么大家都不响应呢 哎 这就是我要说的 不要看这个股东大会 开的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大部分金融消费者 根本就不关心 大部分金融消费者 根本就不觉得我是这家公司股东 我还投票干啥 我就是昨天买的 我今天卖了 或者是 我今天买了 我过两天我就卖了 公司跟我有啥关系 都是这种心态啊 所以你看 就这俩大股东 这么完美的征集 一个征集了42名 一个征集了4名 哎 这就是单前现状 咱们继续说这个股东大会啊 值得关注的是 在股东大会召开的 当天上午 这个有个记者啊 他居然还收到了两个拉票支持的 一个短信是让他支持海信网 一个是希望他支持石家庄国投 你看 就是拉票的 拉到记者的这个手机上去了 也就是说这个双方啊 是不是没有拉票 是采取了很多措施啊 给很多股东打电话 发短信啊 对吧 你能投票来支持我 但就这样 也就搞了44个人 你就知道这个 大家是多么的不关心自己的权益 漠视啊 无动于衷啊 大家都是看看 最后啊 就是计票 监票人员 增补以及表决权确认完后 柯林电器证券事务代表 共建杰宣布 本次股东大会 共审议三项议案 将选举出四名非独立董事 三名独立董事 以及二名监事 在其宣读完相关候选人简历后 大会进入 现场投票表决环节 也就是说这个柯林电器 一共是七个股 七个董事 四个非独立董事 三个独立董事 那他这个董事会就是七个人 谁控制了董事会 谁就控制了这家伙 那就是怎么控制董事会呢 你在董事会人多 董事会一共就是七票嘛 你看主要是两个人竞争 一个是海信网能 一个是石家庄国头 谁控制四个董事 谁就赢了 你要五个他更厉害 你要六个七个 那基本上就垄断了 按照最终的选票统计结果 柯林电器董事会欢迎接中 海信网能方面 提名的人选四人单选 石家庄国头提名的人选 三人单选 你看看 那就是海信网头啊 张罗商 你看他股表现权多啊 40%啊 这个海信网能 石家庄国头啊 平分了 那个叫非独立董事 非独立董事一共是四个人 哎 双方一个人占了两个 独立董事是三个人 海信网头 就海信网能啊 占两个 石家庄国头占一个 所以说最终啊 董事会是四个 是海信网能的人 三个 石家庄国头的人 这里面有人就不了解了 不理解 就非独立董事 好理解 对吧 你大股东 二股东派的人 独立董事 理论上啊 他跟大股东 二股东没关系 他代表中小投资者 要么叫独立董事 对吧 独立董事不仅跟公司 没什么关系 跟大股东 二股东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有 把它算成大股东的人 二股东的人 你看这就是中国国情 你这个在控制权 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 独立董事 是大股东 二股东提名的 完了大股东 二股东 投票把你投上去 你认为 独立董事代表谁啊 真的代表中小投资者 这独立董事 投票一共才 才四十多个人 才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股啊 你看我说这个 什么意思 你看所谓的独立董事 他能独立 按理来说 独立董事代表中小投资者 那中小投资者来投票 是这个独立董事 我支持那个独立董事 没人投票 这就是现在的国情 好了 那这个股东大会 开了二十八小 双方这个拉锯啊 双方你争我夺 丝毫不退让 最终结局是 海信网能 对吧 控制四个席位 施加桑过头 控制三个席位 那接下来就是 董事会要提名 管理层 就是总经理 当然董事会还得 选一个董事长 董事长就是 在这个董事会休会期间 因为董事会不能天天开会 对吧 那就是董事长代行 董事会的某些职责 职能 所以说选董事长很重要 那你说董事长会 那就是海信网能 推荐谁当董事长 就是他七个董事里面 你选一个人当董事长 那肯定是海信网能 说了算的 因为他有四个人 四票 你那个 世界上国头 你只有三个票 所以董事长肯定是海信网能这人 那下面选总经理 总经理提名 对吧 你这个都可以提名 就是大股东二股东 董事会他会成立什么 薪酬委员会 什么战略发展委员会 一大堆委员会 还有个提名委员会 那提名委员会 就是专门提这个 什么总经理啊 这些 那你看看 那肯定也是海信网能控制 所以说从这个股权争夺 结果来看 应该是倾倒国资胜了 石家庄国资 出事下风 但是呢 这个企业又在石家庄 所以说 你要这么看的话 双方就是半斤八两 你要按这个 严格按照企业章程 按三十公司规则来办 那个海信网能 但是你要按属地管理 对吧 你要业务开展 方方面面 那恐怕又是 石家庄国头 话语先大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大家就看到啊 两个股东 为这个三十公司控制权 进行争夺 像极了这个美帝啊 两胆竞争 哎 大家都拉自己的选票 哎 你看 合纵联团啊 他不就是拉选票吗 把高管的票拉过 不行我就买 买不了 我们联合成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 完了之后啊 对 对那个小股东啊 散户进行宣传 让他投票支持我 这不就跟那个 哈里斯 特朗普天天到处演讲 对吧 让大家支持 不一个道理吗 哎 他们是 你可以理解这个国会啊 众议院 参议院这个位 争夺这个席位 不一 意思差不多啊 柯林天记 争夺的是董事会的席位 双方各自对吧 使出自己的本领 八仙国牌 各选成 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下 如果每家商人公司都这样 会怎么样呢 首先一个 你说柯林天记 这样 他可能会出现大股东占用 你说海信网能 要敢占用柯林天记的资金 你说实际上 国头能同意吗 他那三个董事 难道是吃干饭呢 直接给你反对 完了这个还把意见写出 对吧 你这就是侵占啊 商人公司利 柯林天记的董事会 虽然是4比3 但是是不是有监督的人 不是海信网能 一个人说了算 更不是实际上国头说了算 那个实际上国头 你就可以理解 这是在意 他就盯着你海信网能 看你搞什么 一切对公司不利的 我就投反对票 而且我爱把它披露出 让众小投资者不支持你 所以说啊 由实际上国头监督啊 海信网能作为大股东 他也不能为非作代 甚至他割不了韭菜 有了监督 而且有了制约 不要看海信网能 七个董事占四个 是多数 但是有很多议案 他是需要这个三分之二通过的 董事会层面啊 虽然没有这个要求 只要你支持的多就行 但是大家也知道啊 咱们这个董事会的公告啊 只要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因为交易所要求啊 投反对票的一定要写理由 你不能说我无脑反对 不行 你投反对票 一定要把理由写清 为什么反对 暂时没有不用写 所以你看啊 这你的董事一旦投反对票 他马上写大推 能给你写篇文章 这一下 在那边把商人公司 很多这个都披露出去 我以前在董事会 我就专门负责 统一意见 如果有董事啊 好像不理解 想投反对票 那我就得去找他做工作 实在不行 投个弃权 你千万不能投反对啊 所以你看啊 你改姓网的要干坏事 实际上让国投能配合吗 他那董事给你投个反对票 再把理由巴拉巴拉 给他说一对 涉嫌 对吧 我怀疑你是侵害商人公司的地 这里面我想说的是 中小投资者 十几万的中小投资者 都是无动 实际上他有投票 他可以选择支持谁 但是他就是不所谓 有权利他不用 这就是现状 就是说这个中小投资者 他总认为这个事情 跟我没关系 他就没拿自己 当这公司的股东 虽然我买的这个三万股 或者五万股 或者一千股 所以咱们大部分人呢 都是嘴上喊 实际上真让他去投票 他不投 我以前干过这事 我给 钱一百 就排名啊 钱一百的散户 或者是机构吧 就是持股啊 打电话 让他们投票 最后一步 打的时候说的挺好的 投 到了投票的非常少 就是你买这公司 股票一百万 那好多人也不觉得 我是股东 克林电器的这个股东大会啊 咱们就知道是独立董事 其实他很难办 对吧 然后这个中小投资者 他光望 不积极 这就是现状 还好啊 因为这个克林电器 可怕前途还可以 所以两个股东抢 如果说这个海信网 网能啊 他不随便 他不抢这股权 那就是战争所 或者是河北 就实际上国头 说了算 那你想一想 他不是想干啥就干啥 什么作假账 什么出假陈述 但是如果每个三人公司 都有一个海信网能 或者是石家庄国头这样的对手 把两个竞争对手 在里面竞争 你看看 监管部门的轻松的多 根本就不要那么劲 那么累 只要这两个人 在里面竞争啊 互相盯着 你想一想 这公司敢做假账吗 你做了假账 我董事签字 我是要负责的 对吧 到时候罚款 惩罚 赔偿 董事一个跑不了 那你说 我能为你做假账 我担责任吗 所以你看 这么说做假账 杜绝了 你想违规减持 那别人盯着你 再说了 你控制权 振夺这么累 这么难 你敢减持吗 你减持你股份少了 人家要召开股东大会 把你推翻了 让你下台 所以你看啊 善人公司的治理 如果完善的话 实际上就弥补了 或者就是尽量少坚固 但是话也说回来啊 这善人公司 为什么能治理完善 还是他有价值 双方都抢 这里面 不好的地方在哪 不好的地方就是 因为这两个股东啊 他之间意见不一致 利益不太一致 所以很有可能 有一些对公司不错的发展战略 或者一些举措 那也可能是 二股东不同意 撤走 也就是制约了这个 善人公司的发展 这也是个弊端啊 因为你不要老想着 发现是 这个二股东 他也是为了公司好 当然他是为公司好 但是更多的 还为自己权益 他有的时候 跟公司利益不一定一致 那怎么办 所以他就会在里面 对吧 设置重重障障碍 导致善人公司 一物粘机 影响了发展 这也是弊端 对吧 凡是有利有弊 但是啊 我觉得还是 两个股东在里面竞争是最好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二股东啊 搞的就跑 一他上不了位 他控制不了这家 二呢 对吧 他也就累 我尤其在这 给你当反对的监督你 也没什么好 我还不如撤了算 尤其家人这公司 如果发展的不好 那二股东直接就把股份抛了 对吧 我换一家 投资嘛 对吧 这也是弊端啊 总之啊 股东对善人公司的 这个控制权的争夺 有利对善人公司进行监督 有利规避那些违规的做假账 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但是有的时候 他也会制约发展 就看你怎么驱使 如果说中石油 他也是这样的话 那你说中石油那董事长 他能贪那么多钱吗 那怎么可能呢 另外一个股东就干死了 天天盯着他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国企又不在乎发展 国企垄断 所以国企里面就应该 引入这样的股东 在国企里面 引入这样的股东 他想贪也贪不成 就是缺少一个人盯着你 现在拜登啊 特朗普就盯着他天天骂他 所以拜登想干啥也不行 好难啊 虽然这只是一家 三人公司的控制权之争 股东大会 实际上啊 在其他的方面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自行去套用 我倒是希望啊 方方面面 如果都能像柯林电器 股东大会这样 居然能开28个小时 而不是走个过场 形式主义 那这个社会就好得多 大家真的啊 真的面红耳赤 一开会开28个小时啊 那不叫距离力争吗 权力一点一点的争取啊 我记得以前咱们 阿姨说的那斯里兰卡开会 拖鞋子打人 对吧 打架 大家还笑 你现在你才明白 哦 这人拖鞋子 扇桌子 撸起胳膊 这个抱一老拳 原来是在为你争取啊 他们打的越厉害 老百姓 获益就多 不就这意思吗 千苏联 俄罗斯 对吧 一开会就鼓掌 都通过 你看看 下场是什么 这鼓掌通过的是自己的特权 得到维护了 所以大家由衷的鼓掌 发自肺腑的鼓掌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